大家好,我是小白 不知道大家过年过得如何呢? 由于身上过年期间遇到了疫情 正好那天我又去了贫湖天宏 所以全家都被要求居家隔离了几天 不过和家人在一起 度过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 即便是短暂的闭门在家 我女儿还是非常开心 依然是全家非常难得的一个共处的时光 在这里老爸也祝大家 五年顺顺利利工作和家庭更上一层楼 那么说回今天的主题 我今天早上刚刚看了一下 华红集团昨天发布的2021Q事业绩会 营收来到了5.28亿美元 同比增加了有88% 总体毛利率来到了29.3% 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 结合我这里一直在统计的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近五年来华红一直表现非常优秀 尤其是在2021年 整体上有远强于其他 金源代工厂的一个耀眼的成绩 众所周知 在2020年中芯被列入实体清单以来 短期的对于我们10纳米以下的研发 以及进一步的量产 确实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从目前固执的角度来说 华红半导体目前实质上 也已经超过了中芯国际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进一步探索一下 中芯与华红到底孰优孰劣呢 谁又能称得起中国金源代工的顶梁柱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We talk 我们把复杂性摆清白 首先我们来聊中芯目前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中芯在2019年 就已经将研发战力全部拉满 全力攻克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后来的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 在2019年年底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14纳米的量产 据了解在技术研发方面 中芯的7纳米技术开发工作 都已经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做好了准备 在2021年4月份 接入风产量产的阶段 中芯在先进制程方面的表现 确实很突出 如果按照当时的一个进展 即使在没有EUV的情况下 中芯是很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 接入7纳米 甚至是5纳米的一个量产 应该说 我这里要强调 7纳米的一个节点 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虽然目前在高端手机 包括苹果A15 高通骁龙8 Gen1 天机9000 都采用了台积电 或者三星的一个5纳米工艺 在性能上疯狂堆尿 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在摩尔地利当下 进入一个停滞的情况下 在手机性能实际上 过剩的情况下 加上目前整个3D封装的 发展的进程 其实7纳米加上现金封装 对于我国的终端手机的Shock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技术脱底的作用的 但后来情况 大家也都知道了 美国智库 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在2020年12月份 中芯最终还是被列入了 实际清单 对于10纳米 及以下节点的产品 包括设备和材料 都进行了严格的一个限制 目前虽然中芯已经完成了7纳米技术的开发 但是由于设备和材料短缺 量产的时间也不得不进一步的推迟 就当下来说 中芯能不能再继续创造新的佳计 在逻辑工艺上取得一个突破 确实目前来说 需要在新的方向上 快速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目前有两个方向 我个人觉得是目前中芯有机会的一个方向点 一个是Chiplet的小芯片 2.5D 3D封装领域 什么是小芯片呢 简单来说 就是增加芯片量频率的一种手段 将整颗Sock功能拆分 然后通过堆叠的方式 按IP进行组合堆叠 以更高的一个人效 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信号传输的速度 来提高整颗芯片的一个互联性能 而2.5D封装和3D封装 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2.5D封装是在Interposter上 并联来连接芯片 而3D封装只是通过 芯片彼此顶部来进行连接堆叠 我这么打个比喻吧 原本的Sock就像一个盖小平层 而2.5D可以理解为 两到三层的一个连排别墅 国外叫做Townhouse 而3D封装呢 代表的则是未来 希望建成一个像小高层一样的一个建筑 比如说台积电的 Cowars Info封装技术 包括三星的S-COOP Intel的Core EMI-B技术 包括MD 海思 都有在加大对于先进封装上的一个投入 详细的内容呢 我这里就不多做地介绍了 改天呢 我专门来做一期相关的一个视频 来给大家详细介绍 总而言之呢 未来几年 14nm加上Chiplet 绝对是国产手机芯片 复活很好的一个气息 也是实质上可行的一个路径 值得中心继续去投入 然后第二个方向 中心可以考虑扩大10-20nm资程的产能 目前各种迹象表明 28nm产能过剩的情况 有可能会在2023年到2025年左右发生 一方面呢 台积电等厂商持续加大 在大陆28nm产能的加码 竞争压力是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呢 目前部分MCU嵌入式的部件 有跳过28nm 直接迈进14nm的迹象 由于重重原因 目前14nm 16nm 在大陆的竞争压力还不凸显 同时16nm 有可能成为未来10年内 新的一个甜蜜节点 所谓甜蜜节点就是 成本生产力和需求 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总来说 先进封装加上14nm的 自成产能 这两个方面 对于中心来说 在未来将是一个 不错的切入点和增长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谈谈华虹 要了解华虹 我们就要了解华虹的背景 华虹集团诞生于909工程 909工程 启动于1995年末 当时我国整个 今天亮度产业 严重落后 因为当时确上 技术基础和产业背景资源不足 上海华虹微电子 最终与日本NEC 达成技术合作协议 共同成立了 后来的上海华虹NEC 在中芯国际成立之前 华虹NEC 可以说是我国际院制造 当之无愧的头把交易 在1997年到2002年间 华虹集团持续发展 相继成立了工艺研发 芯片设计 系统集成 电子源基建 等几个大的平台 而这其中 2003年成立的 上海红利半导体 是一家专门从事 半导体制造企业 红利半导体自身之后 发展也非常好 在2008年之后 为了实现 整个优质资源的整合 包括技术和资源的共享 上海市 一直在积极推动 华虹NEC 与红利半导体的一个合并 最终合并也非常顺利 在2010年 华虹NEC与红利 最终完成合并 并且共同在上海 张家工业区 新建了华虹首条的 12英寸的建源厂 我这里和大家简单来科普一下 实际上 机身电路制造的技术 大致可以分为 逻辑工业技术 和特色工艺技术两种 中芯国际的发展策略 更多的是布局 逻辑工业的路线 逻辑工业的特点 非常明显 大投入 拼制程 强产能 线宽的基准 非常重要 目前已经来到了 3纳米 2纳米的功课点 当然 逻辑工业技术 也是摩尔红利的一个受益者 投资大 利润高 垄断性强 目前台积电的 实战率 已经来了53%左右 主要产品包括 逻辑器件 储存芯片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 对于逻辑工业技术路线来说 梁梦松等关键人才 对于中芯来说 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华虹总的路线 则不同 华虹一直走的是 特色工业技术路线的策略 特色工业的特点就是 不太依赖于高精度的制程设备 更加专注于 依靠成熟制程 特色技术来获得客户 比如说 华虹的深沟潮山 超宝片工艺 以及基于超宝片的 厂节子型工艺等等 特色工艺技术 来针对特定用途的芯片要求 产品就包括储存芯片 MCU 模拟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 传感器芯片 射品芯片等等 简单说 特色工艺技术与 逻辑工艺技术恰恰相反 特色工艺建厂 相对更加平滑 但是认为率也更低 竞争厂商也更多 相比逻辑工艺技术 全球也只有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中芯国际 这四家独苗 而特色工艺 全球的竞争对手 不要太多 包括欧洲 日本 韩国 台湾地区 大大小小的代工厂 都在排着队抢市场 那么既然竞争这么激烈 那么华宏 为什么今天表现会如此优秀呢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华宏确实在IGBT的一个布局非常早 产能利用率也非常给力 结果就是 整个产品的性价比非常具有竞争力 包括2021年又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爆发年 2022年电动车的渗透率更是要来到20%左右 电动车的核心部件离不开IGBT 电动马达离不开IGBT 充电桩更是离不开IGBT 而另一方面的其他领域 包括2021年的一个碳中和事业 包括5G 智能设备 物联网等很多设备 也初见风口 市场对于风能的一个转换器 高像素的CMOS 基站芯片 NoFresh等等 对于特色工艺的需求 也是水展船高 两个方面因素的叠加 自然原本兢兢业业的黄红半导体 也迎来了属于它的高速增长的一个爆发年 还有一个侧面 我也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最近一直在关注 华宏的一个招标的情况 华宏无锡在2021年12月 一共采购了267台设备 国产设备就已经达到了47台 国产率更是达到18%左右 国产率的占比 在最近一段时间还在进一步提升 这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一直提到的 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一个国产化 绝对是目前的一个重中之重 而华宏作为我们国内 与中兴国际一样重要的一个平台 一样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支撑和桥料的一个作用 那么最后我们回到主题 中兴与华宏熟悠熟悠了 我的答案很简单 在我这里没有答案 这两个公司的技术路线 选择完全不同 战略选择完全不同 就决定了其发展模式 它完全不同 中兴的技术路线决定了 它需要以先进制程的产线 技术的优势 高资本的投入 构建起比较横向的一个护城河 而华宏的特色的工艺技术路线 也决定了 它需要在不同的领域 探索更加广泛维度的一个 纵向的一个护城河 就像我所表达的 它根本没有所谓的好与坏 优与烈 就一句网络用语 在成年年的世界 没有选择 我全都要 可以说 美国对于我们集成电路制造的打压 经过这一两年的一个熏陶和折腾 其实我们自己也搞明白了 机缘制造 归根结底 还是一个制造业 是工程问题 是时间问题 回过头来 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科学 是材料 是设备 是人才储备 是产能爬坡 急不来 打压 反而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短板和隐患 现在看 反而是件好事情 既然是一个工程问题 先从28纳米来 14纳米再跟进 没有什么突破不了的 最后看到这里 我相信都是老铁 感谢大家对视频的支持 这类小众的原创内容 确实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基本上都属于异于爱好 我这个频道也没有接任何的广告 在这里 欢迎大家给这期视频打赏 来一杯咖啡 让我有更多动力 来干更多的硬核方面的 科技内容 科技视频 在这里要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我是老白 Web Talk 我们把二十一台清白 那么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